我是1984年来到这儿的 现在是三星堆考古队的领队 做了快40年的考古 用相机记录下我们的考古过程 也就成为了我个人的一个乐趣 没想到这一拍也拍了十多年 有时候会都看看 我拍的这些照片呢 也可以说反映了我们三星堆 这么多年来走过的珍贵历程 三星堆最早被发现是在1929年 著名的宴家院子发现了很多的玉器 就打开了人们探索三星堆的大门 1986年两个机器坑的突然现世 大型的青铜猎人 青铜神树 组织面具 金杖 我第一次看到金杖是在库房里 皱手巴巴的 也没有修复起来 但当时给我的惊讶还是很大的 在古属文化的土地上 居然能够发现这样充满意欲风情的文物 工作了这么多年 这里记录着一部古属王国的辉煌历史 还有太多太多的秘密 等着我们去探索 我们都在期待着 有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 雷宇老师 雷宇老师好 你好 你好 雷宇老师好 终于把你盘来了 今天你要好好地给我们解疑答货 要得 要得 要得吧 我听说金杖是雷战长极力推荐的 您推荐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啊 三周时期的中原地区 黄金制品的出土量都很少 但是在我们的三星堆 却发现了很多很多的金器 而且全世界范围内 体量这么大的金杖 仅次一件 全世界都仅次一件 对 天哪 还有一点 金杖上面还有那么魔幻的文士 一般地认为 这其实是我们古蜀国 于父王朝的族徽 这个笑眠人 瞅着这个鱼和鸟 扛着剑 凯旋 其实是一幅这个班师回朝土 打了圣仗了 能够把这样的画面 刻在金杖的上面 证明拿着这个金杖的人 肯定就是亡了 有意思 有意思 没认识 刚才昊彤说 金杀遗址出土的金罐带的一个文士 与金杖上的文士非常相似 对 对 对 我们都知道金杀是晚于三星队的一个著名的遗址 但是它同样是属于我们古蜀文明的 这样的图团或者是竹灰出现在我们的金杀遗址 毫不奇怪 不管是我们守护的国宝金杖还是这件金罐带 它的文士绘制都非常的精细 三千多年前的古蜀人是用什么样的工艺绘制上去这些的文士呢 一开始的这个是用刀 后来又搞这个黄金工艺研究的专家就告诉我们说 这种工艺叫赞克 对 赞克 刀克它会留下那个很深的那个痕迹和毛刺 对 对 对 太专业了 而且据工艺专家的研究啊 这件东西是我们国家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使用赞克技术的黄金制品 就没想到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会这种工艺了 雷老师 您说金杖是全国唯一的一件 那当年它出土的时候应该非常轰动吧 对 对 对 金杖出土的时候 跟麻花似的 里面是木芯 外面包了一层金皮 我们修复 然后把它展开 撑直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谁都没想到是杖 虽然过了三千多年了 展开它的时候 不仅这个金杖的金皮 没有脆断 没有变色 而且它的纹饰啊 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说明我们古史文在黄金制作工艺上 也是非常高潮的 浩存 您能想象吗 三星堆当年出土的时候 就这样一个坑 就挖出来了那么多的神奇的国家宝藏 不肥所思 古属人的智慧真的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那说到这个我就很想问一下雷战长 很多观众最好奇的问题就是 三星堆文化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建立的 我也想问 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不是 为什么这么坚定 不是 不用学考古 喜欢看电影的人都知道 外星人只降落在美国 三星堆绝对不是什么外星文明 它是同时期我们中华大地上个性最为宣明的一个地方文明 绝对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起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把三星堆出土的那么多东西比作为一个金字塔的话 那么大家产生奇异的比如说金杖啊 神术啊 大面具啊 这些东西呢 其实只占据了金字塔的塔尖的 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大量的器物其实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大家看 玉丛 玉丛 这绝对是中国特色 这也是青铜尊 这跟中原出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而且它和神术是一块出的 第三件有点意思 这个我们叫陶河 是我们中原地区啊 霞山时期 非常常见的一种温酒器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扣饼垢盘上 放点零食啊 放点小吃啊什么的 你看这些器物 你觉得三星堆人民的日子过挺滋润的 不光是有吃有喝啊 还有火锅吃呢 真的啊 玉丛老板 你看这一件 它就非常有可能是四川火锅的鼻祖 它像那个鸳鸯锅一样 里面辣锅 外面青糖锅 对对对 有意思啊 看到这些器物就感觉三星堆人好像 极具中国特色的三星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误解金字塔顶端的文物呢 问得好 即便是这样一群器物 在它们的身上也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中国元素 比如说我们总那么怪异的一号神术 身上能看到一条飞龙从天而降 龙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这件东西您还说过它不中国吗 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对对对 还有一件东西 三星堆的青铜大铃人 是全世界最大的青铜雕像 用青铜来做雕像 中国的青铜文明里面是不见的 所以让人们浮想连篇 对 青铜大铃人上 左上官上的寿面纹 下面的左二是回字纹 右一云雷纹 对 再下面是长纹 左下奎龙纹 青铜的底座是用四个龙头组合而成的 我们开个玩笑说 这个还是真正的龙的传人 没错 今天讲完大家一定都记住了 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例证 但是雷战长 像金杖这样完全颠覆性的创造 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正是这三星堆文物的重要性所在 它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与互界 比同时期的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要多一些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一般来说四川盆地看起来是比较闭塞的 但是考古发现证明了 其实古代的四川人并不是那么的封闭 你比如说三星堆北边1500公里以外的 因虚在文化上确实有联系 对 所以有学者大胆地推测 三星堆古国是一个神权中心 各个地方的人都跑到这儿来朝圣 必然会带来一些他们本民族的文化观念 生产技术还有它的审美情趣 久而久之就影响了三星堆人 所以我们讲的所有的巧合都可能并非巧合 而是交流沟通的结果 雷战长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三星堆实在是太神秘了 一二号两个坑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涉及到三星堆两个坑的性质 目前主要集中在两派 一个是祭祀坑派 一个是突发事件掩埋坑派 祭祀坑派认为 这两个坑是古蜀人 在举行了两次很盛大的祭祀活动以后 形成的一种遗迹 因为它必须得毁气 不然这个祭祀过程就没办法完成 那么突发事件掩埋坑派 认为了这两个坑是一次性 形成的很可能与古蜀国统治集团的 内部斗争有关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他们就把原来放在宗庙和神庙里面的 两套东西分别就埋入了 一号坑 二号坑 然后千都成都的金沙 完全就像一种推理小说 但是我觉得它的魅力 在与你说这些两派的时候 一直都是大胆地推测 对 对 对 在与这就是很多东西说不透 这是它的魅力 那您对他们这几种说法怎么看 我个人原来倾向于 突发事件掩埋坑派 但是几个月前 颠覆了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们又发现了六个新的坑 又有新发现 您赶紧跟我们讲讲 从去年以来 我们就陆陆续续地在 一号坑 二号坑的旁边 不大的范围又发现了六个坑 这样一来了 对于祭祀坑派来说 就是一个极大的知识 因为总不能一次性突发事件 导致八个坑的产生 对 会不会还有 应该还有 目前这几个坑呢 正在进行考古发掘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这几个坑的方向 还有坑里面的堆积 还有这种稀物的埋藏的方式 跟一号坑 二号坑是大同小异的 那就说 也还有很多很多的文物在开发 肯定是这样的 1986年的时候 三星堆一 二号两个祭坑出土 那每个祭祀坑 仅有两米宽 四米长 出土文物就有一千多景 当时人们就说 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 对 对 现在又发现六个新的祭祀坑 那将来有多少震惊世界的国宝会出土 让我们一起期待 雷战长 就您个人来讲 您最期待出土什么文物 我希望能发现文字 因为我们三星堆 有太多太多的未解之谜了 希望有文字 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准确的答案 期待 我特别想问雷老师 每一次发现一个新的祭祀坑的时候 您是什么感觉 三号坑发现的那几天 我确实没睡好 有很多期待 后来我们每发现一个坑 我们都得出去大合一顿 太兴奋了 太高兴了 我们接触过很多的考古 但是像您一样 能接触这么多的新发现的人 其实是不多的 您真的是非常幸运 我到三星堆 我来不去哪里 谢谢大家 如果您的故事 还会给我们 我告诉我的 这是谁 就是最好的 我们也要做一下 一般 Podcast 那么它 我不会儿 有可能 有很好的 不然 不然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